大家好 我是鄭家綺 歡迎收看十點整的大愛全球新聞 一起來關心的是 颱風的最新動態 馬利亞強台 現在持續的朝西北西的方向前進 由於它的綠暴路徑逐漸的往南偏 降局表示將對北台灣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從雲圖上來看 我們了解到目前馬利亞大約距離台灣 還有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朝西北西的方向前進當中 降局表示最快在下星期一的深夜到下星期二 清晨這段時間會發布海上警報 同時也不排除會發布陸上警報 預計下個星期二 星期三將會是風雨最明顯的時間點 包括了基隆 台北 新北 桃竹苗山區 以及離島的馬祖都要嚴防強風豪雨 至於國際間來關心的是天災訊息 日本九州以及本州地區受到了 這流封面的影響大雨釀災造成4個人死亡超過10個人失蹤 道路嚴重積水 車輛被困在大水當中真的是動彈不得 河川暴漲 土石流還有淹水的災情頻傳導致130萬人大撤離 包含了廣島 冰庫 京都等五個府縣都在緊急警戒的範圍之內 台灣也是被大雨轟炸 中國東南部有好幾個省份傳出了淹水的情形 從空拍畫面可以看到江西省景德鎮整個泡在泥水裡頭 造成了交通大癱瘓 而在湖南省的龍山縣則是引發了土石流 高速公路被迫封閉 另外重慶市同樣也是汪洋一片 至於國際間的焦點 泰國普吉島發生了重大船難事件 船上127名中國遊客 目前已經有78人獲救 16人不幸死亡 還有多達33人下落不明 目前有將近80名遊客 或就其中11名遊客需要留醫 留院治療 這11名留醫的遊客當中 有5人需要動手術 目前都沒有生命危險 搭船出海觀光卻遭遇到狂浪 船隻進水沉没到30公尺深的海底 目前知道的是中國大陸以及泰國政府雙邊積極合作爭取時間 要搜尋失蹤的旅客下落 新聞焦點轉回到國內來看到連日豪雨 居然把高雄陸淋園擅尾浴港邊的沙灘掏空成橡鼻岩的形狀 同時還出現了好幾個大洞 海浪掏空沙灘 林園海岸被沖出一個大洞 形成橡鼻岩的形狀 海岸邊到處可見崩塌情況 雖然有蕭波塊阻擋 但地底下還是被海水沖刷成好幾個大洞 連號稱是高雄市最南端的一棵黃錦樹也岌岌可危 因為本來在那裡那棵樹本來最南端的一棵樹是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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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洞台來幫忙 擔心海浪越往內陸掏空危機安全 水利局也趕緊拉起封鎖線 我們先會繼續進來先做緩駁 現在有落差的部分 因為有危險可能會先做一個緩駁處理 然後可能整段的沿線如果緩駁處理完之後 我們再做放置小波塊 美麗的海岸線被摧毀 只能趕工搶修 避免颱風寄來 侵蝕現象 逼近民宅 大愛新聞界新王昭中 高雄報導 高雄的污染事件看到有一間公司在廠區裡頭堆放了渣爐 沒想到 因為這幾天的大雨 導致廠區積水 廠房裡頭儲存的乳白色搶檢廢水溢出廠外 還流到人來人往的大馬路上相當危險 外頭雨聲嚇得啤啤響 但台灣石化林園廠的燃燒塔卻燒得火紅很不尋常 工廠說是因為遭到雷擊 導致製程故障冒火竄黑煙 處理的過程中燃燒塔產生大火 以及明顯的栗狀污染物 這件事情台灣石化林園廠並沒有在一個小時內通知 至於另一間工廠從大門口一直延伸進廠房 漫地都是乳白色液體 旁邊高耸的堆積物都是爐渣 連日大雨讓這家爐渣工廠所產生的爐渣廢水 是滿溢出來 而甚至還一度流到馬路上來 廢水滿到水溝還宣洩不及 全積在路面上 這白色的液體是爐渣育雨水 產生的炭酸鈣沒有味道 環保局緊急採樣發現都是搶檢 民眾毫不知情暴露在危險環境中 爐渣廢水流入頂原大牌 恐怕影響水質和生態 環保局表示 業者趁著雨天或是夜間排放污染物 視為惡性重大 將以比例加重財拔 提醒業者不要心存僥倖 帶來新闻新王昭中 高雄報導 東病下至中醫的三伏貼 透過藥性的熱氣循環 可以治療過敏症狀 台中慈激醫院研究 三伏貼不只能夠改善氣喘過敏 還能夠治療小朋友尿床 或者是老年人夜尿頻繁的狀況 將熱性補氣的中藥材磨成粉末 伏貼在患者背部的穴位 可以大幅減少氣喘和鼻子過敏的症狀 對身體有幫忙我們就會試試看 因為我們貼了之後那個過敏真的是 幫助非常的大 台中慈激醫院中醫部經過研究 發現三伏貼也可以治療其他症狀 像是小孩子容易尿床 是因為體質虛寒 又不適合吃補藥 可以透過三伏貼來改善 吃冰的一定會尿床 喝飲料一定會尿床 所以我們後來幫他貼什麼 貼他的氣海官員 還有後面的皮疏腎疏 然後貼了之後沒想到媽媽反應是 連續三天都沒有尿床 除了小孩 老年人容易有夜尿的情況 影響睡眠品質 三伏貼也有不錯的效果 三伏貼是在夏至過後 人體陽氣最旺盛的時候進行 透過補氣藥材用伏貼的方式 扭轉虛寒體質 不喜歡吃藥的患者 或許可以嘗試這種療法 讓病情獲得改善 大愛新聞 江南軍國際中台中報導 天氣熱 想吃冰消消暑 但小心 如果儲存冰塊的環境 不夠衛生 這會使得大腸菌群迅速繁殖 恐怕會引發腹瀉的情形 一大碗爆冰 加上滿滿配料 看起來清涼消暑 天氣一轉熱 許多人就是抵擋不住 冰品誘惑 一禮拜吃個一兩次吧 但很少有人注意 裡頭的冰塊是否有問題 冰塊最佳凍結點為-18度C 只要維持在零度以下 細菌會暫停繁殖 不過如果挖勺有守溫 或被汗水等其他物品污染 溶水從20度C開始 大腸菌群會迅速繁殖 30度C則達到巔峰 根據食藥署統計 去年抽驗92件 細菌超標比例就佔了7.6% 而持冰引發的身體反應更要注意 它會刺激我們的支氣管 然後造成支氣管有縮縮 那尤其特別是一些本身 呼吸道就相對比較敏感的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過敏兒 一屆實驗對照氣喘與健康兒童 喝冰水後費功能會下降兩倍 運動後飲用更來到2.17倍 甚至有7成的兒童 在6小時後氣喘發作 除了誘發咳嗽 冰品突然吃下肚 身體寒氣排不出來 也會造成腸胃不舒服 或因為毛孔急劇收縮 引起發燒水腫等症狀 天熱想消暑 得先看看自己的身體 撐不撐得住 達愛新聞周辰李明華 台北報導 美國慈濟醫療置業 前往加州聖伯納丁諾一診 要幫助沒有醫療保險的農工家庭 一診才一開始 羅賓就做靜掛好區 迅速完成身體的基本機能檢查 因為後面他得跑三個診區看病 治療非常好 因為當時我去醫療 我可能要坐在那裡 可能要坐在那裡 兩小時或是看到醫療 當我到醫療 我只要五分鐘 但這裡我會看到醫療 醫療醫療 醫療醫療 可能要一個小時 我會看到三個醫療 很棒 美國慈濟醫療置業 每三個月會到聖伯納丁諾舉辦醫診 瑪利歐任職於印第安全高中 附近大學的公衛系 這次特地帶了八位學生來見習 我們很高興參加你的組織 這次是很高的經驗 讓我們的學生 能夠做這些不同的技術 做成為未來醫療醫療 樂於服務的 還有學區裡的小學校長 及科技公司的老闆 在這個社區裡 有很多移民問題 所以很多人不想去醫療 他們不想去醫療 他們不想去醫療 所以他們喜歡來這裡 去支援支援 他們也有很多支援 很多支援 很多支援 沒有支援 而且是很棒的 看到 當他們受到治療的時候 非常喜悅的心 尤其是讓我們 平常身在服中的人 能見到這樣 無情中其實 受益的最多是我們 可是也帶給其他人歡樂 志工多年來的帶動 也讓附近居民 有了善的回饋 不少人捐出他們的竹筒 當我進去店裡 我放在鍋裡 因為你幫助我們 吃飯 也幫助我們 醫療 也幫助我們 謝謝你幫助我們 慈激醫療團隊的專業診療 加上志工的引導陪伴 讓聖伯納丁諾 漸漸透出愛的亮光 民眾也願意將手心向下 把祝福傳遞出去 《大愛新聞》 《至聖美之工》 羅秉珍 李劍群 美國報導 看見需要給予幫助 來看到 智利一位任職藥廠的 慈激之工陳淑珍 發現同事的太太重病 於是啟動了關懷 給予醫療上的補助 心情難以平復 因為這是第二回 住進加護病房 患者安德里亞的肺栓塞 讓她免疫力下降 離不開醫院 先生要上班 家裡有兩名小孩 還要道願照顧太太 實在心裡憔悴 原來患者丈夫是慈激之工陳淑珍的同事 究竟啟動關懷 幫助她的患者 公住無住家庭逐步回復正常 逃離委內瑞拉經濟危機 到智利尋求契機的新住民 慈激之工把自家空屋 以少許租金 讓初來乍到的家庭有安身處 什麼事 我們有很多疾病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是外國人 難以讓其他地方 讓其他地方 我們在家庭 我們在家庭 會適合你 洗衣機 冰箱 玉寒冬衣 毛潭等 志工送上了即時所需 也僱用有氣修專長的新住民 擔任修車師傅 穩定的收入 有助於儘快融入異鄉生活 台新聞 珍善美志工吳慧蘭 廖清久 智利報導 愛護地球友善土地 三位來自槟城家庭市菜園的同仁 前往慈激高淵安清班 教導孩子們如何種植有機蔬菜 如何在寸土寸金的都市 種出有機蔬菜 慈激高淵安清班 找來專家做指導 一些可能對於種植 不管開始 可能是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開始 不知道什麼技巧 雖然小空間 或者住高樓 都可以種小小盆開始 或者是種一些香料開始 不一定要蔬菜 現在很少人種菜 自己種菜樂趣多 在過程中也體會到 從種子到收成 要付出的心力可不少 因為可惜要種菜 種菜可以哪裡 該給你什麼好處 營養 健康 今天就是學到要種菜 因為有的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就是如果回家的時候可以種 師生一起來耕種 種出來的菜必定更加美味 帶來新聞陳瑞文馬來西亞報導 還有推動環保 廣東的慈激志工走入企業 走入社區積極宣導 支持慈激推動環保 印刷廠特地邀約志工來做說明 如何在生活中落實 不論是攜帶環保餐具 如何做分類 也鼓勵大家從自身做起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不單紙大概保送印刷廠的 一種環塊 我相信保送的所有營工 也會把環保這種理念 奇蹟的這種理念 帶到每個家庭上面去 深圳慈激志工 則是在社區裡推動 所有的橡膠請不要放在維護 它是進不起高溫的 世界的開除是最乾淨的 世界是最不乾淨的 以前還是人家拿兩種開除 我們選這一種 有海報有分類體驗 也帶著大家在社區裡走一趟 了解如何在社區做到資源回收 我回去應該買一個垃圾桶 但這種垃圾桶應該不是只有一個的 還應該理論上來說 就應該先分成像五類 突如其來一場大雨 也沒教習大家的熱情 一一分享自己的心得 也承諾要從現在開始 為愛護地球盡一份心力 大愛新聞真正美志工廣東綜合報導 接下來是大愛新聞年度期間報導 一支旅專題 要把時間交給大愛主播陳主棋 一支旅一件衣服的旅程 帶您看見華麗衣衫背後的代價 今天的珍妮報導 我們要帶您走訪香港 香港是亞洲最重視時尚和流行的城市 每一個人出門的時候 順手買一件衣服 就跟買菜一樣的稀松品嘗 所以每一個人的衣櫥裡 是琳琅滿目五花八門 香港人不只會買更會丟 我們來看這個數據 台灣人平常一年丟掉的二手衣 總量是7萬噸 香港竟然高達29萬噸 是台灣的四倍之多 可想而知 香港的人比台灣少 買衣服丟衣服的數量 卻比台灣多出很多 過往的時候 香港人都會把這些 丟出來的二手衣 運到中國大陸當作廢棄物 可是2017年開始 基於環保的理由 中國宣佈不再接收任何的洋垃圾 香港的二手衣自然就無處可去了 該怎麼辦呢 你說要焚燒嗎 香港已經沒有焚化爐 可以燒衣服 你說要掩埋嗎 香港地下人愁 連人住的地方都快不夠了 哪來的場地來堆放或者掩埋衣服呢 於是該怎麼辦 現在香港人是窮則便便則通了 有科學家想出了 用熱解分離的方式 把二手衣經過高溫溶解之後 萃取出裡面還可以用的材質 二次利用再回收 只不過這種環保再生的速度 似乎比不上採購消費還有丟棄的速度 換言之 只要香港人不停止買 不停止丟 二手衣的問題似乎就永遠難以解決 隱身在香港沙田的迷你倉大樓 這個小房間正忙碌著 在香港成立十年的非營利組織 REJEST是一個提倡永續時尚的機構 每一年他們都會舉辦國際性的 永續時尚服裝設計比賽 向全球設計師傳達減少浪費的概念 利用這個比賽作為一個平台 去教育和可以影響一班設計師 希望他們可以從源頭開始 去改變這個時裝的污染 和時裝方面的浪費 除此之外 每隔一段時間 還會舉辦回收就義活動 他們曾經短短一個星期 在香港就收了4.5噸的衣服 其實收回來的衣服 我們再將它分類 有一些比較好的 尤其是女裝 我們就會在我們的二手 二手pop-up shop 我們就叫做 去買的 其實我們都已經辦了五六年 在HKRETA合作 再將它打爛 變成一個 用的沙線 回收來的衣服 有一部分提供給香港紡織 以及陳衣研發中心 做研發實驗 一根沙線裡面 同時用棉花 跟那個滴輪的話 就變成這樣 這是中心裡 研發出來的成品 他們利用水熱化學法 將混紡衣物裡的棉 以及聚脂纖維成功脫離 其實那些是龜油 因為水的溫度 可以得到100度 但是龜油可以高過100度 簡單來說 利用熱能產生化學變化 他們把舊衣服分解後 最後目的是再次紡繩紗線 重新投入服裝生產 達到再生循環 其中分離出來的聚脂纖維 可以紡繩紗線 再次使用 而棉可以作為天然聚合物的原料 可以有效地進行 敵輪跟顯微素顯微的分離 而敵輪顯微的話 基本上它的物理性能 它的分子量沒有什麼變化 而且重新變成服裝的生產當中去 這項研究已經完成了成本分析 並且提供給業界參考 除了可以減少七成的能源消耗 過去外界總認為再生循環 不符合成本效益也有所突破 那麼光光從整個 跟就是原始的 從石油生產一條敵輪顯微來做比較 會遠遠低於從石油生產的成本 這是香港一家紡織大廠提供的照片 經過物理性的處理方法 除了將舊衣服破碎重新紡繩紗線 過程當中得加入三到四成的原生紗線 製成再生紗線 他們與香港紡織 以及成衣研發中心合作 已經能實際應用在生產線上 主要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 是那個供不應求 現在就是說我們可預計到 我們每個月的生產量是在100噸 現在還沒正式的那個投入生產 但是已經有一個很多大的品牌 想跟我們合作 廢棄紡織品產生的垃圾問題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國際間許多服裝大品牌 確實開始重視並且尋求解決方案 第一個從飲料面 就是纖維這一塊 纖維這一塊它可以從化學原理 去做到生物可溫解 最慢下半年度就可以知道了 但有項數據卻顯示消費者 對衣服回收率仍然不夠重視 以台灣來說 一年平均收到約7萬噸的舊衣服 其中只有5%回到二手衣市場 40%進入文化爐焚燒 55%送到其他國家 而以回收率來說 大陸有12% 歐美國家達到26% 而香港最低只有4.2% 香港是一個生活成本很高 節奏很快的一個地區 那麼這個的話 就是他們也有調查 大概80%的人 從來沒買過二手的衣服 科技確實能解決生活問題 但是當衣服淪為一種拋棄式的物品 將為地球帶來新的垃圾危機 意味著再多的新科技 恐怕也追趕不上消費者 永遠少一件的無窮消費慾望 現在最後來看到 花蓮茨基醫學中心 運用行走復健機器人 協助中風病患復健 經過半年的測試 7名病患當中 已經有5個人 能夠邁出穩健的步伐 相當有長過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10點新聞 感謝你收看我們再會